哈囉大家好我是Hako 就在昨天2023年2月1號 Kawasaki的官網偷偷更新了全新的ZX4RR 這顆大家期盼已久的400cc四缸引擎啊 終於是推出了 那這台ZX4RR有沒有符合大家的期待呢? 車上又搭載了哪些新配備 就讓我來帶大家繼續看下去 在開始之前呢先跟大家講一下喔 由於ZX4RR還沒有正式發表 至少我在做影片的時候還沒有啦 所以他並沒有正式的官方影片 那畫面我會以ZX25RR來做穿插使用 不過大家也不用擔心 我都會在畫面上註記一下這是哪一台車 這樣大家就不會搞混了 好首先外觀造型 大家可以看到 4RR的外觀就和25RR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前陣子有在關注Kawasaki的觀眾應該知道 2023年他們不只更新了ZX25R 還推出了新的ZX25RR 簡單來說呢RR就是換上更好的前後懸吊啊 以及一些電控設備 ABS啊 KQS快排系統等等 沒想到這是在為ZX4RR鋪入啊 那4RR的基本架構就是沿用25RR的車架啊 搖壁啊他們基本上就是相同的 這一點我覺得蠻聰明的 因為光是要造一顆400cc的四缸引擎 成本就不小 何況你要再搞一個新的外觀 所以我們直接把25RR的引擎加大 搞定其他東西都通用 改裝鋪品也通用 對車廠好對車友們來說也不錯啦 那引擎的部分呢 是採用399cc水冷直列四缸引擎 馬力的部分呢尚未公佈 不過我們可以參考一下 ZX25R ZX25R最大馬力為45匹15500轉 那我看了一下外媒的報導 4RR的最大馬力 約會落在75匹到80匹之間啊 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以帳面數據來看喔 MT07看到4RR都要叫一聲大顆呢 配備方面 ZX4RR也是搭載了非常多好料 首先全車LED 終於把令甲那個萬年前乳素方向燈換成LED了 真的是可喜可賀呢 再來滑動式離合器 電子油門 進退檔快排 前懸吊使用37mm 秀R SFF BP倒立式前查 彈簧御載可調 後懸吊是使用秀R BFRC Lite 水瓶中置單槍掛屏避震器 有夠難唸的 擁有和自家老大哥 10R相同的技術啊 有壓縮 回彈阻尼 和御載可調 就是全可調啦 真的是太丘啦 ZXR 儀表方面 4.3吋的TFT全彩儀表 有多種樣式可以做調整 還有包含賽道計時啊 單圈計時 在電控方面呢 四種動力模式可以切換 運動 道路 雨天 和自定義 還有 KTRC 循跡控制系統 有三段可調 你也可以完全把它關閉 前後ABS 那除了這些呢 還有一個 Power Delivery的模式喔 那我不太確定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 那我看他官網講 好像是一種電力傳輸的模式 你可以選擇你要低功率還是全功率 好像會影響到你的動力傳輸和油門的回饋 反正我先不管這些有沒有用 有就是爽喔 聽起來就是很牛逼對不對 那除了這些呢 也可以透過App 用手機連結 儀表來看查一些車輛資訊啊 還有做一些 設定之類的 整台車的整備重量約為188公斤 座高800mm 軸距約為1353mm 油箱容量18公升 前輪尺寸1207017 配上雙向四活塞卡前盒290mm雙幅動蝶 赫輪尺寸1607017 配上單向單火三卡前盒220mm單碟 那以上呢就是 ZX-4R的基本配置喔 從配備就可以看得出來 ZX-4R絕對是一台性能取向的車款 而且是最頂的那種 為賽道而生 把他稱為三四百級巨的王者 一點也不為過 Kawasaki真的是太狠了 官方建議售價呢 美國那邊是9699美元 也就是台幣大概28萬快29萬 其實挺貴的 因為那邊的636也就是 ZX-6R也才106999美元而已 差不多31萬台幣左右啊 不過我覺得他還是會有他的市場啊 因為400就是400 600就是600 每個機具都有每個機具不同的樂趣喔 這是沒有辦法比較的 就看你個人喜好囉 那至於台灣有沒有機會引進呢 那大家都知道 最會驗車呢 就是我們的元氣轉速啦 我有去看一下他們的FBL 他們說 確定不會引進水貨 但是呢 在留言區的部分 他們說總代理居然會引進 然後他們還說 4RR的價格會比25R便宜 喔這就有趣囉 我記得當初 ZX-25R水貨爆價好像是落在 46萬到49萬之間 也就是說呢 如果 ZX-4RR 公私貨 真的引進的話呢 他會低於 50萬喔 那先不管這個四針自甲 畢竟是大哥說的話 可信度還是有的 那我也是抱持相信他的心情啊 好不好 希望這台 ZX-4RR能順利引進啊 嚴格就嚴格吧 先進來再說唄 不然台灣這個環保法規喔 高性能車款真的是都快絕種了 以上呢 就是這次 ZX-4RR的 快訓報導 如果我有什麼講錯的話 歡迎在下方糾正 我也會把參考網址 也就是官網放在下方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 對於ZX-4RR你有什麼看法呢 台灣會引進嗎 多少錢你會買呢 歡迎在下方一起討論喔 那我是Taco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 尤其會 Fach人 模特地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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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一秒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